正午十二點 英武集結在香港的東南偏南 大約是390公里 預計它會向西北方向移動 橫過南海北部 逐漸靠近廣東西部沿岸 以及繼續增強 如果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都可以見到 跟英武相關的雲大 都慢慢地在沿岸地區 如果看雷達圖像 可以見到其實跟英武相關的外圍雨帶 已經開始影響廣東沿岸 今早還會在香港帶來一些咒語 已經 所以詳細天氣預測 預測香港今天會大致多雲 有幾陣咒語和狂風雷暴 下午時部份時間有陽光和天氣酷熱 風方面是吹和緩的冬至東北風 下午稍後的風勢會逐漸增強 另外要提大家海面會有湧岸 各位市民記得要遠離岸邊 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動 至於展望方面 預計明天星期二日 我們間中還會有狂風咒語 初時的風勢還會頗大 和海面會有大浪 到星期一、星期二的時候 都還會繼續有咒語 預計要到下星期的中後期 我們的天氣才會慢慢地好轉 環境樣本對新冠病毒呈陽性的北京新法地批發市場 星期六凌晨三點起暫時關閉消毒 市場外架設為難 門口停拍了公安車輛 禁止其他人和車出入 市場所屬的風台區衛健委說 措施是本住群眾生命安全和健康至上的原則 有在市場做買賣的人透露 附近賓館的住客也需要撤離 相隔五十多天 北京在星期四和星期五 再有本地感染新冠肺炎的個案 有患者曾經到過新法地批發市場 市場方面說 當局是在切割三文魚的針板驗出病毒 所有商戶和員工一共萬多人需要做病毒檢測 當局會視乎檢測結果 先決定市場何時重開 而因應疫情反彈 北京市決定暫停小一至小三學生 原定在15號復課的安排 東網記者何子浩報導 北京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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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場